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紐約兩名華人驚天騙局 得手2700萬美元遭到逮捕 中國多地暴雨 常災多人喪生 多地酷暑 大百合萬萬元 中暑倒地 多名官員涉嫌叛國烏克蘭總統 開除檢察總長和安全局長 歐洲議會高層首都正式訪問臺灣 副議長將會見蔡英文 各位好 這裡是美東時間7月18號星期一 中港臺7月19號星期二 歡迎收看晚間新聞 美國司法部週一公布了一份刑事起訴書 紐約州的兩名華人打著和著名政客 接觸為幌子 虛構影響力 策劃涉及2700萬美元的驚天騙局 目前 兩人已經在紐約被逮捕 起訴書顯示 兩名被起訴的華裔 都是規劃美國公民 50歲的李雪和45歲的王聯波 他們在紐約牡蠣灣被捕 被控電信欺詐共謀罪 洗錢共謀罪和妨碍聯邦選舉委員會 實行競選財務法而共謀欺詐美國政府罪 週一下午 他們被移送到布魯克林聯邦法庭出庭 其訴書指出 李雪和王聯波策劃了一起長達10年的騙局 欺騙受害者投資一個虛構項目 在紐約上週沙利文經營湯普森教育中心 並謊稱可以為投資者拿到綠卡 李和王還向12名外國公民 每人收取了93000美元與時任美國總統合影 之後 李和王利用與該總統的合影作為營銷工具 為湯普森教育中心項目招攬投資 截至2022年7月 150多名被騙的投資者為該項目投資了至少2700萬美元 而該項目中沒有任何投資者獲得了綠卡 聯邦調查局助理局長德里斯科表示 外國資金污染了我們的移民和民主進程 新唐人記者柯婷婷 紐約報導 再來看到 中國極端天氣持續 在中國西南 西北和東北部分地區 近日接連遭遇到暴雨襲擊 釀成洪涝災害 造成至少12人喪生 與此同時 東部多個省份 仍面臨著高溫酷暑的威脅 7月17日下午 上海降下瓢泊大雨 天空像突然裂開了一樣 裂開了 先裂開了 7月15日晚間至16日上午 四川北川羌足自治縣西部遭暴雨襲擊 引發山洪 造成13個鄉鎮不同程度受災 截至17日7時 洪災已造成至少6人死亡 12人失蹤 有民眾透露 傷亡人數可能還會增加 7月16日受暴雨影響 四川雅安市宇城區南外環突發山洪河泥石流 傷亡情況不明 視頻顯示 有民眾被捲入泥石流 還有民眾被連人帶車被困在洪水中 7月11日至15日晚 甘肃 龍南突遭強降雨襲擊 造成至少6人遇難 近10萬人受災 在中國遼宇省丹東市 7月15日下午1點左右突發暴風雨 明市家園一處房頂被狂風掀開 場面驚悚 視頻顯示 狂風暴雨還使一處高層建築的外牆脫落 7月15日晚 四川成都也遭到暴雨襲擊 不過民眾仍在冒雨排隊做核酸 視頻在網上熱傳 引發民眾憤怒 受降雨影響 南方部分地區的極端高溫短暫收斂 但在浙江 福建等地仍在遭受高溫酷出困擾 在廣州深圳 近日一名外賣小哥南奈高溫 重暈暈倒 被緊急送衣 還有很多穿著防護服的大白防疫員重暈暈倒 根據氣象台天氣預報 從18日夜間開始至20日 四川 貴州 河南等地 將迎來新一輪強降雨天氣 有可能引發山洪 滑坡 泥石流等自然災害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 趙鳳華 江迪亞綜合報導 包括上海在內的幾個中國大城市 正在推出新的大規模檢測 同時延長封鎖時間 來應對新一輪的疫情 不斷衝擊國民的心理防線 我真的有點 心裡有點崩塌了 我們這個頻率實在是太高了 就是解封半天之後 接著又被封了 就相當於你出去給你放口封 在中國商業中心上海 還沒有從3月的封鎖完全恢復 每天仍報告有零星病例 週一 當局宣布 再度展開3天的大規模全員檢測 在中共對病毒零容忍的政策下 各地的管控都在升級 北部城市天津 週一通報兩例本土病例 宣布對1200萬居民 再次進行全原核酸檢測 同一天 臨近的北京也通報兩例病例 當局迅速封鎖了相關建築 在西北部甘肅蘭州市 當局延長對4個區的封鎖 直到7月24號 華中地區河南省駐馬店 對多個城鎮的數百萬人 延長禁閉措施 西南地區四川成都 發現新的奧密克戎變異株序列 但病毒來源不明 全市管控7天 不過是否能按時解封 引起民眾的擔憂 南方著名的旅遊城市廣西北海 六天內通報超過500例感染 真實數據不明 當地啟動多輪大規模核酸檢測 封閉了熱門的維州島等地區 截至週日超過2000名遊客被困 兩名北海市官員 也被當局以防疫不力為由 進行免職 在珠三角地區 當局掩刻的政策令民眾無所适從 深圳居民上演了大逃亡 攀爬圍牆往外衝 廣州居民在隔離期間 整棟樓的100多戶 遭當局破門砸鎖 事件在社交媒體引起哗然 我無法想像 昔日繁華的澳門街市 今日竟會蕭條到如此模樣 整條馬路上沒有車沒有人 這是一種什麼樣的狀態 澳門特區在停市了7天後 週一再延長5天 同時展開第11輪大規模核酸檢測 目標是達到動態清零 不過很多市民穿上了 寫有無公開無飯時的上衣 表達不滿 新唐人記者雨婷綜合報導 上海記者宣克炯的一手 致知了打有事 遭到中共當局政治審查 是因為失蹤出現了句子 被當局理解為是影射習近平 遭到全網刪除 上海電視新聞中心社會新聞主編 記者宣克炯在個人微博 寫了一首打油詩 裡面寫道 閉嘴 高高在上 自以為聰明 肥頭大耳 不知人間 疾苦酷暑等句子 隨後傳出 作者被迫刪文 向所認知的媒體機構進行檢討 很多網友說 自己或家人原本沒看懂 宣克炯的博文 結果在中共一番動作之後才明白 這首打油詩竟然被指示 影射中共最高領導人 因此被禁 有網友調侃說 這不就等於自己認領了嗎 近日 一份展示中國社交媒體 小紅書審查知識庫的文件被泄露 其中包括中共言論審查的大量細節 根據一號余秦回查專項的文件披露 在2020年的兩個多月時間 有關習近平稱呼的敏感詞 就增加了564個 以便與審查員對用戶進行高效審查 和刪帖子 新唐人記者趙鳳華榮譽綜合報導 中國的爛尾樓停代潮 席全國分析人士認為 停代潮正由單純的金融事件 發酵串連成為經濟事件 最終將變成政治事件 成為中共官方20大前的必拆炸彈 河南村鎮銀行爆發取款困難 7月12號3000多名储戶到銀行門口 拉橫幅抗議遭到警方暴力驅逐 而銀行只要給錢就可以解決 中共卻放任事件燃燒 分析人士認為 一是銀行真的沒錢 二是反習派故意讓習近平難堪 現在這樣的大規模群體事件 就是給習近平製造的最大麻煩 就不想讓你在二十大連任 所以習近平是不想讓這種事情 已經在網絡傳播的 12號那個新聞網絡不控制 顯然是習近平力量失控的一個空間 與此同時 中國房地產開發商也爆雷 全國21個省份的200多名烂尾樓業主 宣布停貸 涉及200多個樓盤超萬億人民幣 而根據BBC引述世界銀行的 中國經濟簡報數據 如果考慮供應鏈 房地產行業佔中國GDP的30% 而經濟合作體國家僅為5% 中國經濟高度依賴房地產 預測一旦房地產崩盤 將引發前所未有的經濟風暴 房地產雖然只占中國GDP的30% 但後面的槓桿如果加上去的話 不知道翻了多少倍啊 所以房地產市場如果崩了的話 損失的這個錢可能比中國的GDP 一年的GDP還多 非常可怕 所以房地產市場 這個這個現在的這種風暴的話 可能會產生一場多米諾骨牌效應 這場金融風暴將是我們人類歷史上 從來都沒有見過的 政天亮認為 楠偉樓遍及全國靠地方政府 已經回天無力 推測20大前 中共一定會救世 通過借貸的方式 借薪債還舊債 向開發商提供基金 解決爛尾樓問題 我想中共最後它無論如何 不能夠讓房地產這個雷 在20大之前爆掉 這是我對這個 就是中共執政慣心的一種估計吧 新唐人記者 韓非 綜合報導 再來看到俄羅斯危機持續 烏克蘭總統接連開除兩名高官 指控他們和俄羅斯勾結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近五個月 二軍火箭和飛彈持續轟炸烏克蘭多座城市 平民死傷人數不斷增加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17日宣布 開除安全局局長巴卡諾夫 和檢察總長維涅迪克托瓦 原因是兩人底下的多名官員 與俄羅斯勾結 並非政府保障烏克蘭的保障 總統斯基指出 正在調查官員涉嫌叛國的案件 共有650多起 其中60名涉案官員 仍在俄羅斯佔領的領土上 與烏克蘭作對 路透社報導 這是俄羅斯2月入侵烏克蘭以來 烏克蘭政府最大的原事改組 也透露出俄羅斯 滲透烏克蘭的巨大挑戰 烏克蘭的官方消息 14日以來 俄軍轟炸造成至少60人死亡 包括多名兒童 路透17日公布的空拍畫面 顯示出烏東第一大城 哈爾科夫一处住宅區 幾乎每棟建築物都被砲擊 殘破不開如同鬼城 泽倫斯基表示 每個配合俄軍犯下戰爭罪的人 都將被繩之以罷 新唐亞太電視曾一豪 張瑞珍綜合報導 斯里蘭卡目前仍然處於國家緊急狀態 星期三 議會將選舉新的總統 希望緩解民間的抗議 周日晚 代總統維克拉馬辛哈宣布 繼續國家緊急狀態 維克拉馬辛哈上週五 成為斯里蘭卡代總統 並且最有可能當選新總統 但由於他與拉賈帕克薩一直是政治同盟 因此在民間遭遇巨大反對聲浪 本週三 斯里蘭卡議會將選舉新總統 新唐人電視臺記者喬安 綜合報導 來自加拿大各城市的部分法輪功學員近千人 在安省省府前舉行大型的集會和遊行 要求中共停止迫害 他們呼籲加拿大政府 要求中共釋放被非法關押的法輪功學員 我的父親 母親 因為修煉法輪功分別被判刑四年和三年 其間遭受酷刑 洗腦 被迫做危險係數極高的奴工 這是很棒的練習 價值都超級的 真正 愛 愛 忠誠 忠誠 所以侮辱 並非正確 集會之後 以天國樂團打頭陣的大遊行 受到民眾的廣泛關注與支持 7月16號晚上 部分法輪功學員在多倫多中領館前 燭光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學員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王婉晴 安妮 加拿大多倫多報導 下面 請看本期的晚間新聞 財經簡報 根據美國汽車協會數據 美國現在的平均油價為 每加輪4.521美元 低於一個月前的5美元 由於美國人面臨創記錄的高油價 和40年來最高通貨膨脹 拜登支持率已經降到40%以下 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的報導 蘋果公司計劃在明年放緩一些招聘和支出增長 以應對潛在的經濟衰退 這一舉措和越來越多的美國公司 包括微軟 特斯拉和亞馬遜一樣放緩招聘 截至今天收盤 蘋果股價反轉 下跌3.1美元 爆147.07美元 周一 美國股市下跌 股市在下午轉微下跌之前 大部分時間都處於上漲狀態 大型金融公司本週開始發布財報 美國銀行第二季度利潤下降32%以後 股票上漲不到1% 高盛公布好於預期的收益以後 股票上漲3% 但在蘋果公布計劃在明年放緩期招聘後 市場開始下跌 截至今天收盤 標普500下跌32.31點 收在3830.85點 道雄斯工業平均指數下跌215.65點 收在31072.61點 納斯達克綜合指數下降92.37點 收在11360.05點 新唐人記者上進紐約報導 歐洲議會高層首度正式訪問台灣 副議長將會見蔡英文 在黑白顛倒的年代 講真話的代價有時會很沉重 但是我們的真相之旅不會停 歡迎訂閱我們的新頻道 新唐人新聞頻道 請搜索新唐人新聞頻道 點擊訂閱和小鈴鐺 我們將為您提供優質的節目 請您關注我們 點贊留言 幫助我們讓更多的人看見 我們一起傳播真相 點擊掌聲 還要自然也要 اس屬, 接觸 我們要以後 點擊掌聲 按道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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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欢迎继续回来收看晚间新闻 欧洲议会高层将首度正式到访台湾 周二 德国籍副议长毕尔 已正式官嫌访问台湾 会见蔡英文 欧洲议会副议长毕尔四月在一场喊话 绝不能让乌克兰情势成为中共夺取台湾的蓝图 他在7月19日至21日访问台湾 中华民国外交部表示 这是欧洲议会高层第一次正式访问台湾 将会见总统蔡英文 新政院长苏贞昌 诺委会及外交部长 毕尔四月痛批中共拒绝谴责俄罗斯的侵略 欧盟必须摆脱对中国的依赖 毕尔长期力挺台湾 关切台海安全 支持台湾参加WHO等国际组织 2020年12月就曾预告 在疫情兼缓后尽快访问台湾 他当时与台湾住处联合线上记者会声援香港 强调台湾不能成为下一个香港 欧盟不能沉默 每个欧盟成员国都有权利 根据双边利益和民主价值观 与台湾政府建立伙伴关系 新唐亚太电视张东旭台北报道 走访纽约小意大利 纽约小商业服务局与商家互动 The coronavirus outbreak is the latest wake-up call U.S. Senator Ben Sasse put it plainl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s lied, is lying and will continue to lie about coronavirus to protect the regime In five to ten years we'll have virtually no manufacturing capacity left for generic drugs and again this is 90% of our medicines And the world should know if Hong Kong falls, the whole world falls becaus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the existential risk of humanity period Since the CCP took power 80 million people have died from its policies and political campaigns They're using our institutions and our norms and our values against us in ways that we hadn't necessarily envisioned towards our own authoritarian agendas From the party's great firewall in cyberspace or to that great wall of sand in the South China Sea More repression more unfair competition more predatory economic practices indeed a more aggressive military posture as well If we do not meet this threat now It's going to define our century In the黑白顛倒的年代 讲真话的代价 有时会很沉重 但是我们的真相之旅 不会停 欢迎订阅我们的新频道 新唐人新闻频道 请搜索新唐人新闻频道 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我们将为您提供优质的节目 请您关注我们 点赞留言 帮助我们让更多的人看见 我们一起传播真相 欢迎回来继续收看晚间新闻 纽约市的小商家们 饱受疫情的冲击 有名代表到访了 马哈顿下城的小意大利区 了解情况 马哈顿区区长和小商业服务局 终于来到了华部的茂比利街这里 视察附近商家的一些需求 在中国城小意大利历史街区 改善协会的牵头下 民意代表走进了茂比利街的 一个个商家 与企业主门对话 商家可以从小商业服务局 了解到来自联邦 州和市政府的补助以及贷款 我们有很多社会 社会的社会 CDFI 可以提供贷 很高的资金额 然后我们也有很多资金额 关于各种资金额 国家和国家 都可以提供贷款 新亚洲市 也很高兴奋 开启我们的小商业 资金额 这会是最后的年纪 华部商业改进区则表示 目前在和小意大利商会讨论 如何互相合作 改善中国城和小意大利的环境卫生 很多轮条垃圾 主要确认 去年年底 纽约州长获处拨款2000万美元给中国城 用于帮助商家在疫情后恢复 新唐人记者柯婷婷上镜 纽约报道 好的 谢谢听听报道 之后看到 纽约城县720集会 要求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 作为舞蹈演员 要说有什么难事吗 选件好衣服是其中之一 神韵为我们贴心设计了服装品牌 他具备我们期盼的一切特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球退档服务中心 1718-888-9552 欢迎回来 周日 美国纽约上周呈现的部分法轮功学员 举办了720反迫害集会 在悠扬的练功音乐下 纽约呈现的部分法轮功学员数百人在展示五套功法 有民众被平静祥和的场面吸引 当场连署了打倒中共恶魔倡议书 1999年7月20号 时任中共党魁江泽民发起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 还内外的法轮功学员不遗余力向民众讲述反迫害的真相 2001年11月20号 来自15个国家的36名西方人来到北京天安门广场 他们展开了一面写着真善忍的巨大横幅 纽约法轮功学员凯鲁巴切克是其中一人 前南京人大代表张玉华由于坚持正信 三次被非法劳教 一次被非法判刑 七年间无法见证儿子的成长 我被抓了四次 在监狱劳教所三次加在一起是三年七个月 有一个月是假期 中间判刑一次是四年 我现在希望在未来 母亲们的儿子能够无忧无虑地有母亲伴随 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主席易容在集会上表示 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即将冲破四亿大关 为中国走向自由开放立下重要里程碑 按现在的退党速度的话 大概是两三个礼拜 就是我们的三退的人数就到达四亿了 我相信四亿人三退会带来更多的中国人三退 那么更多的中国人三退就会带来中国社会的巨变 集会现场还有真相横幅面向主干道 波时有路过的汽车鸣笛表达支持 新唐人记者柯婷婷宋哲纽约报道 感谢收看本期的晚间新闻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